美国总统拜登上任150天 美国新冠疫苗施打突破3亿剂 拜登设下的目标是7月4号美国独立纪念日 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 现在只剩下16天 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一定能达成 目前是65%的美国成年人至少已经接种一剂 不过单日疫苗施打数持续下降 7天平均值现在是94万剂 15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达到70%的接种目标 26个州和特区完全接种疫苗比例超过50% 拜登特别提醒美国民众 在疫苗接种率比较低的地方 确诊数、住院数还有死亡病例 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 呼吁民众快点接种疫苗保护自己 尤其Delta病毒株传染力更强更容易致命 有病毒株传染力更容易致命 在区别人没有病毒株传染 是一种病毒株传染力更容易致命 可能死亡 特别危险为年轻人 但是良好的事是我们有解决 科技和资料都明确了 最好的方法是保护自己的疫苗 是完全疫苗 如果您还没有疫苗疫苗疫苗 疫苗疫苗接种率偏低 副总统贺锦丽就到亚特兰大催打疫苗 强调疫苗有效 安全也免费 那么Delta病毒株在全球80个国家都有病例 现在已经是英国最主要在传播的病毒 过去一年多 各国疾管局列出的新冠肺炎病症 包括发烧、持续咳嗽 有些会失去味觉、嗅觉 另外还有疲倦 肌肉、身体疼痛 头痛、喉咙痛、鼻塞或流鼻水 恶心反胃跟腹泻这些症状也会出现 当然不要忘了 还是会有无症状确诊者会传播这个病毒 不过英国遗传流行病学教授指出 Delta的病症不太一样 年轻人的病症就像是重感冒一样 先头痛、再喉咙痛、然后流鼻水发烧 所以不太会怀疑自己可能确诊 那么在美国密苏里州 这个疫苗接种率不高只有35% 那么新增确诊病例 比一个星期前要增加的94% Delta是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那么密苏里大学分析污水发现 一些偏远地区的污水有Delta病毒 那么全美新增病例当中 Delta目前占了10% 在一个星期前还只有6% 也因此美国疾管局不敢掉以轻心 这也是为什么拜登要继续呼吁美国民众 赶快接种疫苗的原因 TVB新闻黄松普迪佳辉 美国华夫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